我早上去豐商上課我就問同學 你比較喜歡來學校上課還是在家上課 他們都說在家上課比較好 好來既然直播都出去了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師您手上拿到這個Smart開發板 那他上面其實除了基本的這個元件以外他有 三個元件送給我們就是 三色LD燈 光明電阻 還有右左下角這個小小的按鈕 就是他裡面等於這塊板子 就有了 三個額外的那個元件 所以這三個元件你就不用 外球 就直接用他就好了 那你可以實際上打開來 我們這樣 可以實際上看一下 有沒有左上角這個 三色LD燈 光明電阻 然後這個 小小按鈕 是真的可以按只是 你看我大母哥這樣按的話就有點辛苦啦 有點辛苦但是是真的可以按 好 那他後面其實 你如果翻過來假設有 接那個電的話 他基本上這裡 會有一個那個藍色的光 我這裡有一個接行動電源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 但是這只代表有沒有電源 所以讓老師稍微再注意一下說 因為有時候 你用行動電源 奇怪怎麼沒有 事實上就是 可能也許行動電源沒電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判斷 OK 那麼 簡單認識一下我們的板子 外接的元件 那我們再看一下 在這裡面 他會有兩個 跟 電源有關的 就是 他有提供3.3伏特的 跟 VCC就是提供5伏特的電 5伏特的電 所以 因為我們 剛好這邊老師可以有一個 跟小朋友介紹的那種 嘗試嘛 我們一般接電腦的USB 通常是都提供5伏特的電 對不對 好所以 進來 那他就可以拆成兩個 那這個是正極 那有正就有負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 GND ground的負極 這是 關於電的部分 好您就可以在這邊 這個地方 先認識一下 再來是他上面 也有很多的 這些數字 好您所看到這個數字呢 這些數字 有幾個 比較特殊一點的 大部分都是像這樣 只有數字 但是有幾個是不是有 毛毛蟲的 這個毛毛蟲的 一般我們就稱作類比的訊號 也就是 沒有 毛毛蟲的 他是所謂的數位訊號 那他的訊號就只有 0跟1 那類比的他就有分強弱 好所以我可以針對 哪一個顏色 紅藍綠 這三個顏色的強弱 直接由 這三個角位去做控制 那麼 除了這幾個以外呢 我們 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叫TS 叫RS 那麼RS這個 角位其實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他其實在我們 代號上面 就是程式碼 上面 這裡是03 你會發現這個跟這邊並沒有重複 有沒有 跟這裡的號碼並沒有重複 所以其實 03也是可以用的 那有一個 真正的光明 事實上 就是這個 AB 也就是我們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光明電阻 如果未來我們有機會用到他的時候 這個AB 就是跟他共用的 因為他已經插在他的 板子上 好那這個 就是也是 我們講的類比的角位 所以原則上他有 1、2、3、4 4個類比的角位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這些所謂的數位 這個是 我們先針對這個Smart開發板的 那 如果您是看真的這個 就要把它 稍微翻一下 有沒有 放大一點 我們用這一套那個V-Delete 好處就是 老師可以用滑鼠滾門放大塑膠 這是他一個很棒的地方 如果你不喜歡 有老師在這裡 手又在這裡 你就 按一下 有沒有這樣我就換過來了 哈哈哈哈 所以 這一套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因為他也是免費的 所以老師如果您是屬於有 食物投影機或是多個 視訊來源 想要做切換的 可以參考看看 好 OK 有沒有你要稍微翻一下兩邊 他這邊有貼紙 那您就可以透過這樣子 跟我們剛剛這個 來做一個比較 這樣您對我們這個板子 應該就會有一些認識 好 好那至於說插上去之後 基本上他的流程 老師您也可以先 試著插看看 就是他會先開始閃紅燈 我這邊 給我看一下 他會先閃紅燈代表他 準備連到我們這邊的Wi-Fi 那麼在連線的過程裡面 他如果連上了 他會先熄滅之後 有沒有亮一下綠燈 因為我現場在前面有一台 那個Wi-Fi的 那個Wi-Fi的名稱 所以他就可以連上去 如果呢 他沒有找到 那這個時候 這個燈應該就會亮紅燈 或者他繼續再閃 繼續嘗試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把他插上去 您就會看他的過程 最後 有連線成功 其實是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就是這樣就熄滅了 只有在剛 插上去的時候他會有這個 這個 過程給您看 或者您重新插拔一次 當然您可以再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到底有沒有通電就是後面那個藍色的燈 有沒有 所以老師這樣應該就可以比較了解 那至於說為什麼他可以在現場連得上 你回家之後當然他就會閃紅燈 因為呢 老師需要看一下我們這個 Wi-Fi 基地台的設定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現在看到我手上這一顆 他本身就好像一個小型的Wi-Fi 那個分享器 只是他不分享給別人自己用而已 那 你要怎麼連到他呢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這裡 老師呢如果你打開你的手機也好 或者是 那個 電腦 的那個無線網路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在你的 盒子上面不是有一個叫SSID嗎 這個 就是那個 Wi-Fi清單裡面的名稱 所以每一個裝置都有他自己獨立的名稱 那老師呢如果您是自己買回來 他預設都是叫Smart 有沒有 預設都叫Smart 會像這樣子 那 你要連進去 密碼 大家都一樣 12345678 你就可以透過 Wi-Fi的方式直接連到這個設備 不管是用手機 或是 筆電 都沒關係 只要是無線的裝置 都可以連進去 會像這樣 那如果說 你已經有連到 一個什麼 已經有 連到 網際網路上 也就是這個板子 你已經有連到網際網路上的話 他會在後面 再加上一個 IP的位置 就是有一個底線 這邊多打 就會有一個IP的位置 因為這個IP位置是由你的無線機器台所取得的 這樣 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目前的話 WebDuno本身 你如果連進去了 連進去之後 你看一下 在這裡 他會有一個這樣的資訊 會有一個這樣的資訊 他目前 最多可以存三組 我們可以存三組Wi-Fi的資訊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教室 那我可以用教室的 那我今天如果不在教室 可不可以用家裡的 可以 甚至呢我出去的時候我可以用我的手機熱點 也就是呢 他平常 我們插上電之後 再做連線的時候呢 他就會怎麼樣 先找第1台 找不到第1台 我試試第2台 再試試第3台 那你把 自己比較常用的 你的基地台的名稱 基地台的密碼 都放進去 這樣的話呢 我就比較不用擔心 萬一我不在教室 我還得重新連進去再做設定 這個是 他後來有改成這樣 所以這樣就比較方便 這個是老師你可以看 你自己的教學環境 你可以先把像這樣的 部分把它設定 那WebDuno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幾個開發檔 包括 馬克一號 Flight 跟Smart 基本上的設定 都是像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種 這三台 都是這種設定方法 後面這兩台 尤其是後來的這個Web AI 現在簡單了 比這個更簡單 因為你只要插上去之後 所有的畫面都在電腦上直接完成 所以那個Web AI的部分呢 已經不用 不用做教學了 我也不用幫你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是 等於說 反正有新版本 他在設定上 會比 現在來的容易 OK 這是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所以您如果要用 這個設備 尤其剛開始 您第一次準備的時候 就是要先把這一塊 先處理好 其實後面 就跟老師 今天來一樣 你來了 做上去之後 很單純的 是不是電插上去就好了 什麼事情就不用做 這樣老師以後上課才會比較方便 所以通常這件事情 都是我幫各位處理 所以你感覺起來好像我很熟 不是 是因為我做的N次 我每次都常常練習 所以我覺得 比較熟一點 所以我們把 剛剛呢 整個WebDuno的 板子 有新的部分 然後呢 還有他 我們今天的主角 Smart開發板 以及他的基本的設定方式 給大家做個介紹 你知道連線成功之後 你就直接 在你的網址這邊 打上192.168.4.1 你就可以像我們設定那個IP分享器一樣 進去做設定 那如果老師您是屬於上面這種情形 比如說 你原本就設定好了 已經 原本就已經設定好了 那這個時候 他不是已經連到網 就是連到你的IP分享器嗎 你就不用打192.168.4.1了喔 你就直接打 後面這個IP位置就可以連進去那個 我們這一台IP分享器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在這邊 這個是老師可以了解一下 那 再補充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 他 插上去之後 是不是好像一個 無線的基地台 那我們預設的話呢 這個基地台 三分鐘之後就會關閉 也就是你的Wi-Fi清單就不會再看到他 以前沒有關閉 以前沒有關閉但是會造成怎麼樣 訊號很亂 整個教室都是無線AP 人人有車 就會怎樣 網路容易塞車 對不對 沒必要啊因為泰國訊號在那邊發送 所以除非你想要他Always 有沒有 這裡可以選擇 不然的話 大部分我們的預設只是三分鐘之後 他就關掉你就不需要再設定他 那如果你要設定就麻煩你重新 打起來之後再插一次就好了 這個是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萬一未來 老師有需要做設定的時候 我想這個設定動作我們待會在 最後延期要結束的時候 您可以自己連進去試看看 好 OK 這樣子 請問老師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比較常接觸的 老師應該這一塊 比較OK啦 那如果老師您是第一次接觸的 就透過這個機會先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開發版的一個特色 好 那麻煩老師您開簡報到第16頁 第16頁 老師應該非常像大量建制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快速方法 沒有啊 一台才做 叫做 叫做 秦龍捕捉啊 我一次用兩片 我最快就是一次用兩片 因為 你一次用三片以上 你會亂掉 因為 因為老實要知道我們那個WiFi的那個清單 他不是即時更新的 也就是說你有一個設備 可能你已經關機 或已經就是沒有打開WiFi了 事實上清單上還會有 因為他那個清單是 就是只是一個參考用的 所以 我不能太多台 因為太多台 你會搞不清楚他是哪一台 出錯的機會比較高 對對對 所以老實知道我有前置作業嗎 你看我都幫你綿好 還把IP取 那個取得 我還幫你印出來 所以 所以我才說這一塊通常我來做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 老師你回去之後你會不會 有需要每次都做嗎 不用啊 因為這個 老實說因為各位 我們 上面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Device ID 他並不是 板子買來就有喔 你要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那初始化的動作 在這裡 在簡報第13頁 我有教 可是這個很無聊 是因為 你做完一次 除非你跟我一樣常常買 不然你不可能沒 常常去做這個練習啊 因為你要看 按下去 所以 我通常就比較建議老師 可以的話 你就 買的時候多花50塊 請他幫你設定好 那你買回來 他就幫你設定好了 有啊 有啊 寄回去就好了 對對對 老實如果真的遇到板子 就怪怪的 你可以直接寄回去 他會幫你處理好 他會幫你處理好 你就是一個那個 30塊的螺絲就夠了 用小包的就可以了 好 這種事我幹很久了 哈哈哈哈 好 其實像那個騷錄ID 也是我們一直跟他建議 你就把它變成一個 網路購物的一個 加購選項 這樣就 比較方便 不然以前他都不講啊 然後有些老師買回去他就不會做那個初始化的動作 因為你不是常常買啦 你如果常常買當然那個要練習 可是 就那麼一次而已 真的不需要 好 老師有看到簡報第16頁了對不對 各位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中間那個模擬器 因為我們要讓大家回去 可以馬上用 小的 作品 所以我們以模擬器能夠做到的 限優先 好那至少可以讓大家練習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 超連結我已經幫大家建立好了 你就可以從這裡先把他打開 簡報的第16頁 這個簡報第16頁那 好這樣就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來了 那 如果老師您對於就是模擬器要怎麼使用 然後 然後 就是一些教學文章 你如果想 參考一下的 我在這邊 我有 等一下是二年級的社團活動時間 請二年級同學 依照今天早上 所公佈的 電腦選擇的名單 到社團活動地點 再廣播一次 請二年級同學 請二年級同學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家小朋友也是國一 今天我們家小朋友也是國一 寫的書 我有寫兩本書 那這個書的部分 這兩本 首頁 一個是比較基礎 一個比較進階 那如果你有興趣 當然可以 參考 那沒有興趣 沒關係 這個 網站上的 也有四月的章節 還有我寫的所有的文章 那模擬器這一塊也有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寫了很多 一系列會 會瘋掉的 瘋神板 我有寫的很多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用模擬器 就可以做到蠻多的 一個功能 雖然說 原件還是有限 這個 畢竟 沒有辦法全部都有 可是至少 我們可以用它就做到 很多的一個應用 就跟我們今天一樣 假的做久了 就可以完整 做假成真 好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塊 您剛進去了之後 他長得像這樣 空空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在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 我看一下 好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 這裡就有一個模擬區域 有一個房子的那個位置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好 那我通常 因為在這一塊雖然有 但是有點小 我會把它放到最大 我會把它再放到最大 還是空空的 沒關係 按一下元件 好 這個時候呢 您在右手邊 就會看到 它有這些元件可以使用 那我們可以 跟我們現在一樣 你看一個 開發板 就可以拿出來 喜歡幾個 你就把它拖曳出來 LED燈拿出來 超音波拿出來 麵包板拿出來 就看你要拿幾個 那 有多的怎麼辦 Delete就好啦 很單純 按鍵盤上的Delete 這樣就刪掉啦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任意的移動 這都OK 那麼 我們順便看一下 您用完了 右手邊這個元件用完了 要怎麼把它關掉 就是從剛剛這個地方 這次開也是關 所以 用完了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OK 這是第一個 那你看到的這些 都是向量的圖導 所以 滾輪往前往後 放大縮小 不施針 對不對 然後呢 老師如果你要移動 除了 單一個元件 這樣的移動以外 我最常做的 就是在空白的這種地方 不要點到任何元件 按住你滑鼠的左邊 拖曳 有沒有全部一起動 這樣會比較方便 因為待會我們 全部 做完了之後 我們會把它怎麼樣 放到左上角這個位置 因為 縮小回去之後 才會剛剛好 放在我們的右上角 這一塊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你看 我們先試看看 你看我就把它拉過來 你可以一個一個慢慢拉 也可以這樣 整個拉動 都沒有關係 好 我到這邊 滾輪縮小一點 好現在把它縮小 有沒有 就在這裡了 然後 這樣子 您在做縮放 在這裡也可以 左上角這一塊的操作方法 都跟剛剛放到最大一模一樣 您這樣子就可以比較方便的 我可以同步看到又能夠準備 寫程式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從 右上角那個位置 您可以找到我們模擬器的區域 模擬器的區域 那麼 再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左手邊這一塊 左手邊這邊的功能 我想我們待會呢 就先保留 兩個部分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保留 一個開發板 Smart開發板 一顆LED燈 再加上一個 麵包板 所以老師先保留 有三個 在上面 對 其實很少 買東西這麼輕鬆的 如果這不用錢 你喜歡拿幾個就拿幾個 有沒有 記得喔 右邊的元件用完了 請你把它收起來 不然待會你看喔 我說成最小 他還是會跑出來喔 有沒有這樣會擋到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就是用完了 我就會把元件這一塊把它收起來 請107 201 202 215 以上念到班級的教學部長 立刻是教授報到 107 201 202 215 以上念到班級的教學部長 立刻是教授報到 好 然後再來 我們 老師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盒子裡面有所謂的杜邦線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 國小階段來講 其實 是大家覺得比較 剛開始 比較難的嘛 因為大家都沒有接觸過 那我們用模擬器 他的好處就是 你看 現在預備中已經響了 請同學趕快到社團上課地點 明年級同學請趕快進入教室 對的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三隻鳥 你如果真的啦 不想讓人家看到那三隻鳥 可不可以關掉 可以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三隻鳥可以叉叉 有看到這裡啊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關掉 他是獨立的啦 但是看你啦 喜歡他留著就留著 不喜歡你就把他收起來 我不知道你 他最近有 簽 有更新過兩次了 他1920x1080 對 一樣啊 他目前解析度還是只支援這個 應該是啦 我沒有試過別的解析度 對你筆電可能不行 筆電可能不行 但是 他現在可以支援就是那個什麼 比較低解析度的 網路攝影機 以前是只能支援 1920x1080 就是有 Full HD 那種網路攝影機 但是有的像我們邏輯不是 有的只有到720p嘛 他會不行 但是現在可以 對對對 所以他有 我印象中至少有兩次的改版 那你倒是如果打開啊 他會自動做 那個 更新 除非你是最早的那個版本 最早那個版本的話 他是不會自動更新的 對對對 所以姚老師你可以試看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好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我們 給大家看的那個 杜磅線對不對 那模擬器裡面怎麼玩杜磅線 請看這裡 你看我們只要滑過端點 有沒有亮起來 滑過這個孔洞亮起來亮起來 端點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按住滑鼠往下拉 那在做這個之前我們要先看一下 麵包版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麵包版 長得像麵包又不能吃 因為他裡面 就是長這樣 就是有那個 鐵片 所以為什麼我們 告訴你這裡中間有一條 楚河和界 有沒有就是這一條 他又沒有通 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叫 迷你麵包版 好那所以說 他 插到這個角位 他就等同我們的 那個叫做 延長線的插座 所以我插在這個角位 那一進來之後 這整條是不是都通的 就這個概念 好那只是說 要注意一下 上下不通 然後左右當然也不通 都是隔開的 只有上下 只有上下 所以 我們回到這邊 你看 我這樣拉下來 這樣拉下來 你接在這邊只要不接在一起 隔開一次就可以了 就等同我現在接在這裡這一條是一樣的功能 這一條也是一樣的功能 那上下不通 好那 當然我們要稍微認識一下LED燈對不對 LED燈的話 老師剛剛有發現 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隻腳比較長 一隻腳比較短 這裡長 這裡短 那您看我們真正的東西 你看 我們真正的LED燈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也是 一長一短 也是一長一短 那哪一個是正極哪一個負極 跟我們電池一樣 長腳是正極 短腳是負極 好長腳是正極短腳負極 所以 我們的這個地方 這裡是正 這裡是負 那 您可以看到 正極的 我們就會接到哪裡 就會接到 一般是接到電源 就是電源的正極 那負極當然就接到負極 負極比較沒問題 但是呢 因為LED燈我們在 Smart開發板上面啊 Ulodino應該都一樣 請 803 乘右加 80 817 往頂瑞 這兩個同學 趕快接受 出房三堂 集合 803 乘右加 817 往頂瑞 趕快來集合 好 你看喔 我們 待會呢 你的 負極我們就會接到 這邊的負極 GND 然後正極的話呢 剛提到 本來應該接到電源啦 只是因為 他用電 不多 那 如果你是Arduino 當然要接上電阻 那這邊我們就不用接上電阻 就直接 我們就接到 這個 角位上就好了 那我們 把它選擇 我們接在 這個02的角位 其實你說接別的可不可以 比如說你可以接05啊 你可以接16啊 接14啊 或者我們剛剛提到一個叫RS 有沒有 其實這幾個角位通通都可以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接在02 好那我只是我在用的時候我會盡量挑 沒有跟別人共用的 什麼叫跟別人共用 比如說 您看到這裡 我們不是說那個 有這個毛毛蟲的 有沒有 這個毛毛蟲的其實他就是控制三這裡的 那他就有共用 那麼 04有沒有 有 因為他就是這顆按鈕 他就跟這顆按鈕共用 好所以像 02 00 05 然後 16 14 因為 Smart開發很比較小 所以 他的角位不多 那這幾個都是 獨立的 完全沒有跟其他 共用的 我就 比較會用他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了 好所以 你看我從這邊 這個接過來 GND 這個我就接到02 那我們在接線的時候 杜邦線有顏色 所以您也可以來這裡 把這個顏色換掉 比如說 我這個我想用 這樣子 是不是 同一條的我就用同一個顏色 因為跟我們真正杜邦線是一樣的道理 真正杜邦線我們在這裡用的時候 是不是都不一樣顏色 我們家裡面的電線也是這樣子啊 所以像這種我就常常會跟同學提到說 那個 柯南看很多的時候要撿下去的時候要注意有沒有 哪一條會爆炸的 因為 跟柯南在一起最討厭的 都會發生危險的事情 有爆炸案的時候 那為什麼他會 常常說撿下去會失敗 因為歹徒都會 顧色不一樣的 好 所以可以透過這樣子改變一下 那麻煩老師先接看看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接的方法就是 下面這裡 簡報26頁的接法 只是我把它 但是這個不能直接插下去啦 在模擬區面你還是要接出來 26頁這裡 那 這裡的話我們就 照 這個上面 圖我沒有改 圖上面是接到05 但是我們實際上 在這裡就接到 02就好了 好 老師接好了嗎 接好了就麻煩你把它縮小一點喔 縮小一點滾輪往後推 空白地方按著 靠到左上角 靠到左上角 我們就可以把它縮小 有沒有這樣就剛剛好 這樣 我們的 硬體準備好了 再來我們才會進到我們左手邊這些 所謂的軟體的部分 积木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真正的 你看我們這樣 做的流程 就跟我們電腦開機 手機開機一樣 對不對 一開機並不是真正的 馬上進入Windows 馬上進入這個 手機的畫面 先檢測硬體嘛 所以先把硬體 先解決 確認都接正確的 我們再來寫程式 好 那 寫程式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喔 我們寫程式呢 Webduno 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程式常常沒有很難 當然也可以做很複雜 可是呢 就是不需要很難的時候你就可以達到 可能我們要搭配 Arduino那邊要花比較多時間 才能做到的一個效果 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 我們簡報的27頁 簡報的27頁 就這樣子您就可以點亮您的燈喔 簡報的27頁 有沒有 就三個积木 所以 我們在寫积木 跟我們硬體有關係 所以我們先找找 我們硬體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 沒有開發檔 第二個沒有LED燈 然後呢 這個就不用了 麵包版它不需要 因為只是延長線的功用嘛 所以不用告訴他 所以我先把硬體 的积木 幫他準備好 那我就從左手邊 我們這個 Webduno用的是那個 Google Blockly的 這個開源的工具 所以 其實跟現在新版本 Squatch 3.0 基本上是一樣的 Squatch 3.0 現在也是用 Blackly的一個积木 那麼 您從這裡來看的話 基本功能 是 Blackly裡面 原本就有的 就從這邊到這裡 是屬於 層次本身 開源裡面就有 那下面的進階功能 到以下的開發板 這些 就是屬於Webduno自己開發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就有一個開發板 所以我找到 它點下去 然後你只要拖曳一下 這樣积木就拿出來了 你點到 L1燈 這個 不管是哪一個類別 你看 不管哪一個類別 它的第一個 通常都是 這個紫色 因為它是給你設定角位用 第一個 通常都是 所以如果你沒有先設定角位 你就沒有辦法控制它 因為牛頭不對麻醉 我今天 L1燈我們剛剛加在第2 角位02 你如果沒有告訴它 它就不知道怎麼控制它 OK 它沒有像我們USB 幾插幾用 所以我再把 L1燈的這個拿出來 但是我要設定一下 為什麼 來您看一下 對的 如果老師您在上課的時候 倒是有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看一下 雖然我平常上課我用ZoomMeet放大 但是如果老師覺得 我只是要积木放大 可不可以 可以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單獨放大积木 這樣子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從下面這個地方 它是單純只有放大积木而已 好 那我們看看這邊 有沒有 我現在告訴他 我的開發板 是哪一個 我們用的是Smart 第二個 我們現在透過模擬器 對不對 這個地方我現在是透過模擬器 來使用它 那至於後面這個名稱 就是 我們 如果標準版的 就是這個名稱 老師還記不記得我們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Device ID 也就是我在程式裡面我要控制它 是不是要透過這裡 如果你是設定它硬體的部分是我們WiFi的名稱嘛 就是左邊這一個 所以 這個名稱 假設你沒有要連接到真的 其實這個名稱你叫什麼都沒關係 你現在大家1234也沒差 因為是你的1234不是我的1234 所以 模擬器是你專屬的 你想要叫它什麼名字就叫它什麼名字 老師如果眼睛 看來的 你會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1234 所以你也可以來這裡改你知道嗎 這個是小小地方 你放大之後你就看得到 事實上你可以改的 只是說 預設 就1234剛好跟積木是對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那邊改了 請不要忘記積木要跟著改 不然他怎麼知道你叫誰 對不對 他要有一個對應性 好有一個對應性 好 你看我透過模擬器 開發板 LED燈我們腳位是不是在2 我們剛剛加在02嘛 所以硬體先解決 好硬體你可以先解決好了 接著 Webduno的積木安排他有一個 邏輯就是 相同的元件 所有積木都放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呢你可以把左手邊的 元件 當作是一個目錄的概念 我用了LED燈 我用了開發板 那麼跟他相關的 通通都放在那個裡面 不會跑到別的地方 好所以我現在要控制LED燈 也是找這裡 你看 有沒有一個叫做 有沒有一個叫 應該有一個叫 閃爍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我用閃爍看得比較清楚 就接到開發板裡面 這樣就好了 所以老師 我們的 這個地方 有沒有就跟剛剛簡報27月這裡一樣 因此呢其實 Webduno他在積木的一個設計上我覺得 可能跟Squatch不一樣 但是 他的邏輯上 您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使用起來還不會太難 那麼 要執行程式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就要認識一下右上角這裡啦 就是在這邊 按下去就好 這樣就亮了 所以他沒有像Arduino一樣要寫入韌體的這個 這個時間 不過如果是他新的這一塊那個就要喔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他可以離線 新的這一塊 新的這一塊他就是真的要寫到他上面的那個韌體上面去 就比較像Arduino那種感覺 好老師的模擬器有沒有成功呢 如果有成功功請你點亮你的虛擬LED燈 待會我們就可以 點亮真的LED燈 那 老師要留意一下 既然他沒有寫入動作 所以如果你程式有改的話要怎麼樣 我這裡就要先停止 一定要先停止 停止完了 好比如說我現在要快一點 0.2秒 改完之後 請你再重新執行 這樣才會生效 如果你直接改了 沒有把它停止再執行一次 那個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老師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記得要先停止 再怎麼樣 那 再 來實際 做看看 好 所以我們 第一個 小階段 先讓大家 能夠先把模擬器 這個部分 先弄好 那待會呢 就是完整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組裝起來了 我們先給 老師稍微一點時間 請問老師坐到這邊OK嗎 不見了 不見了 其實不是沒去 你把他躺在右邊 空白的地方按住滑鼠左鍵 脫衣過去就好 然後老師那邊 老師的這個 就是那個遠間沒有 你在講這個位置 你要進那邊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你變成你又戰略又很快 你寫成字的時候 積木就會 長度 你如果 這樣子其實會有問題 對 該是因為你現在兩個 這兩個 是衝突 所以說 因為你只有一個 所以這個要丟掉 這樣還是不行 因為他開發 就是模擬器啊 不能有兩個 同樣的 但是我們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可以兩塊開發 做互動 所以你看我撿到最後面 我有兩塊開發 做互動 本來如果標準的 是可以 但是模擬器上面 不能用兩塊 你如果用另外一個 阿DUNO 可以 對對對 所以我可以兩塊一起 互動 但是如果是兩塊都是 史瑪 或兩塊都是阿DUNO 那個就不行 但是真的是 對對對 他模擬器本身 沒有再去做 就是板子本身 多一個識別 對 柯華老師 你有找到你 遺落的 找到嗎 這樣來你們看 你看你說想 一定會不見 對不對 好 這裡就是 我剛剛那邊 暗示華書左邊 空白地方 這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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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我剛才 省油的嗎 你本來 你如果有關的 在這裡有就有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就是 有動作你在很旁邊 那我記得這裡 回到預設的說法 按一下 他就會 如果你在很旁邊 他就會 達到正中間 那你拿著你這個 對腳踝 可能 滾了 那他來弄 我如果用這個 我都知道 所以我可以拿他 因為他縮小的時候就是走到 所以我剛會強調說 你看到我們發電 對吧 那我是不是你一樣可以走到 他一樣可以拉 其實 在這裡就 那個放大的那邊 只是因為這裡只放到 看到走到 是 我說了 哈哈 賣賣的 中小賣 中小賣 是 黑的 是 我理想 別的 你的名字 喔 還有一種情形式 如果你有多的元件 多了 嗯 對比如說你有多的元件 對 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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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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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这样OK的 那要麻烦老师把真的拿出来 请老师把真的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老师可以看到简报的第21页 简报21页 我已经手很忙在那边一直翻了 所以老师把这个拿出来 好 那开发板也麻烦你拿出来 这样子 原则上就是有凹下来这边在您的右手边 在您的右手边 那您开发板 这边是下面 这边 有三色LG灯的是上面 好 你看这边 这样子先放进去 靠近了 就是把开发板 先往右边 比较短的这边靠进去 那他应该可以扣得住 会像这样子 会像这样子 那接着呢 麻烦您把您的 面包板拿出来 那面包板的话呢 因为他可以 多个接在一起 所以他旁边会有这个凸出来的 好 凸出来了 那您看 凸出来的 上面 对上面 这里呢 在哪里 在这边 你看板子的 里面我这里有凹下去的 一个是这边 一个是只有下面凹 那所以呢 我把 面包板 这边凸出来了 靠这边 这个靠上面 那 左边的会先下去 这样下来 对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 我们的开发板 麻烦您稍微用 你的右手 往右边靠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放下了 有没有 这样 这样你翻下来 原则上应该是不会掉的 但是 有没有卡得很紧 有时候就要看 那个 因为 我们去买这个 迷你面包板 有点讨厌 尺寸有时候会不一样 会差一点点 所以 我不敢做得太刚刚好 不然照时候你再放这个会 差很多 所以原则上就是 让它能够靠住 因为我们这样在做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这样 老师OK了吗 如果你要看我比较详细的介绍 请看这里 我的文章里面有写 我有两个版本 有两个版本 前面这个是改编的 右手边这个是完全我自己做的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版本 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没有版权问题 那这里面我就介绍 我的创作过程 还有我的手稿 有没有 像这样 因为 我那时候会想要做这个是 这样比较方便 就是列印的时间比较快一点 好 这个是我的缩时摄影 这是我的手稿 像这样 对 我觉得我部落格的优点就是 我留很多资料下来 反正这张纸早就丢了嘛 就不用再找了 OK 好 这样老师接好之后 我们可以像刚刚一样 把LED灯拿出来了 今天把它拿出来 来来来 LED灯拿出来 拿出来 那老师要记得 长短角只有自己看得到 因为插下去之后 就分不出长短角了 所以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也要留一个超音波的位置 所以麻烦老师就不要用上面这一排 我们用下面这一排 好不好 用下面这一排 我给老师看一下我完成的 像这样 放大一点 我完成的是长得像这样 所以我把它排在下面这边 你靠上面当然也可以啦 这个空间原则上也够 但是我想说 稍微离开一点点 老师以后再看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就放在这里 记得喔 插下去之后是分不出长短角的喔 那如果你要跟我们的 就是模拟器上一样的话 你可以这样翻过来 就是右边是长角 左边是短角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模拟器 有没有 跟这个是一样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搞混了 好 我就跟模拟器一样 压下去 那老师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各位的这个面包板都是新的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你这样压 我觉得好像压不下去了 不要勉强 不行我们就换两个 就换个洞 有没有这样就放下去了 因为有时候太勉强 他那个就是那个夹子 刚开始是比较紧 所以你会压下去 会觉得说好像 比较 不容易出力 因为怕说太出力 有时候可能就弯掉 所以你就换个地方 反正动那么多 干嘛一定要那两根呢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要拿线出来 对不对 刚刚我们用假的不用线 现在要拿 弓对弓的线出来 弓对弓的 弓对弓的 那我们要几条线才够 您看一下我们刚刚模拟器这边 请问是不是要四条 不用拿 因为我们只要两条就好了 因为这两条 是不是直接就插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只要两条 弓对弓的就可以 所以您可以拿两条弓对弓的 拿出来 那这个呢 学生用的时候是很有 疗愈感 因为拔的时候很有疗愈感 好 我这个就留给同学用 我用我已经拔过了 如果我们有用到面包板的话 原则上应该是公公的 会用比较多 公公的这种线会用比较多 好我就拿两条 那老师在用这个杜邦线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呢 我们的杜邦线 您会发现这个头 它是有一面是亮亮的 这个 有没有 只有一面是亮亮的 这个是拿来用三用电表测量用的 所以我通常会让它朝同一面 比如说我只有插两条 我就会让它 像这样两个亮亮朝同一边 以后如果你要用三用电表检查 就比较方便 好 所以我就 这样放下去 一样的 这些孔洞 如果您觉得 我就压不下去 你就换一个洞 反正这整排都是一样的功能 好 压一个 一般来讲 负极我们是会用比较暗的线 然后正极的话会比较亮 或者是白色 好 这样两根插好了 好 然后这一根 来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哈哈 如果你不小心忘记了 短角是正极 所以呢 我左左边黑色这个是负极 我就接到我这一边 这一边 有没有 我们贴纸上这里有GND 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把亮面是朝外 因为以后要检查比较方便 好 这样 好 那另外一个 接到 这里有一个02 都刚好在同一边 02 所以老师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OK吗 好 所以如果你确定没问题 老师不要客气 你的线就可能把它接上去了 好就可以把它接上去了 那对的 所以我这边还有三个行动电源 有没有老师需要行动电源 因为你吊在那个 主机后面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不好用 我这边还有 这边接可能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这边接可能比较方便一点 对的 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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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您可以先接线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际看一下 刚刚我们提过 如果你接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先亮红灯 对不对 好 你看 我们先接上去 确认一下 先亮红灯 然后呢 找到WiFi基地台之后 它会洗面 再亮一下绿灯 好 这样我就确定已经连线成功 有没有 好的 老师我们就要认真哦 好 认真什么呢 因为你长大了 不要再用模拟器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要变成WiFi 第二个 完整的 这里要填上 你的device ID 各位老师 device ID 一定要留意 有分大小血 好 这个 二四六八 八位数 有分大小血哦 好 所以你不要看我的萤幕 看你自己 哈哈 打我的没有用 只是控制我的而已 所以 麻烦你把这个地方 告诉他我要透过WiFi 你看 然后这里 这里 好 那么你打上之后 我怎么知道 到底我的设备 有没有连上去 所以我们WebDuno 有一个蛮贴心的服务 您可以看一下 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闪电 因为我们写程式 尤其是这种跟硬体有关的 我们最怕的就是 到底是硬体接错 还是程式写错 我们在除错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 可以比较清楚知道 那到底现在设备 有没有连上线 我也要知道啊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闪电 把您的device ID 不用再打一次 直接从这里复制 登登 点两下 这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了 然后你来这边 把它做一个贴上 如果它变绿灯 恭喜你 你的设备 就是已经连到 网记网路上 那像我现在这边 没有连到网路上 它就是出现红灯 所以我就要问一下 各位老师 你的是出现红灯还是 红灯 红灯 所以我检查一下 我的硬体 我看一下 欸 看起来应该是有连出去 对啊 刚刚那个板子 好像有这样 绿灯都有洗 我不知道 对对对 因为这样绿灯洗掉 代表连到这一台 对对对 那有没有出去 要看它 对对对 所以我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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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卡 应该是 我看一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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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已经变绿灯了 所以 可以 因为我刚刚看一下 好像那个讯号 WiFi的 那个什么 4G的讯号 比较弱 老师可以实际上 试看看 就是 你改成WiFi 然后透过这个ID 如果像这样有变绿灯 你可以直接Potate 你会发现 不只是 模拟器会亮 真的应该也会亮 对 我的没有亮 所以我还要再检查一下 我的部分 你的也是 你的也是吗 我看一下 都一样没亮 因为我知道有时候 有可能有这种情形 哎哟 好 我把第二层再试一下 老师的有亮吗 你真的没有亮 好 通常 我们顺便跟老师分享一下 如果是像这种情形 通常都是那个什么 就是 无线网 不是无线网 就是那个4G网路 有时候会比较慢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好 没关系 老师我们等一下 我这边那个信桃再换一下 看看 不不OK 但是 我们可以先来尝试后面这个 可以的 您可以试看看 简报29月那里 没有没有 因为这个点击灯泡 没有讲 所以还不行 等一下 点击灯泡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是直接透过程式 的方式 的方式 让他直接就 亮 跟 直接把程式关掉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有互动的话 Webdino 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他有所谓的 这些互动的方式 互动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咯 这个 好 那老师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还在执行这个程式 你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烧杯 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正在执行中 烧杯是不能够按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程式先停止 烧杯才可以按 好 这是第一个老师在使用的时候注意的 第二个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移来外面 因为现在模拟器在这里 这样会挡到 所以你可以 移动这个 那我们呢 Webdino 他有好几种 所谓的互动的方式 我们现在这里面 就可以选择 点击灯泡 他会给你一颗灯泡 那我们就可以用他 那至于说 我要怎么样去控制 这个所谓的网页互动区 请您看一下左手边 他有专门针对 网页互动这一区的计目 也就是呢 您在刚刚这里 上面这一块 控制的都是真的 就是实体的东西 然后网页互动 就是控制这个区域的 这个区域的 所以 跟你选择的互动方式有关系 我今天选择的点击灯泡 我就要找这边的点击灯泡 这一套的积木来使用 要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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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积木 我先把它丢掉 硬体我没有改变 对不对 还是一个开发板 一个LE灯 插在脚位2 那这个积木 我不闪烁的 我把它丢掉 那您可以丢到 这边的垃圾桶 可以按下Delete 也可以怎么来怎么回去 就丢回左边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 点击灯泡 这里 拿点击灯泡这个积木出来 当我按下这个灯泡 要做什么事情 这要做什么事情 那等于把 灯泡的这个积木 事件帮你先写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我按下这个灯泡 是开灯 或关灯 或闪烁都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希望他 按了这颗灯泡之后 真正的灯可以闪 可以亮 然后 这个灯泡的图片 是不是要换成亮的那一张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亮的那一张 所以他等于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把灯泡的灯打开 第二个 把灯泡的图片换掉 那 右手边第一个动作 他当然是控制针的 所以我们要找这个地方 左手边 二的 就要找谁 是不是要找这里面的 因为他是假的嘛 就是互动区的 就要找这里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你看这里 有直接开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他有帮我们写好的一个叫切换状态 也就是原本的 按一下开 按一下关 这个方讯 好这个函数他把我们写好 写成一个积木了 你就不用再去判断 你现在是开 我就关 你是关我就开 这个是 他已经做好积木 我就丢进来 你看我先执行 有没有 按一下开 按一下是不是关 右手边这个 右手边 按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但是因为这样看不清楚 所谓的看不清楚 是真的就算有开 可是这里还是关的 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呢 我就再加上 我们 点击灯泡 有没有一个叫 灯泡的状态切换 两个放在一起 没有前后顺序 因为这个 实行的时间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当我两个 一起做的时候 按下去 哎 灯泡亮起来了 这个灯也亮了 当我再按一下 是关掉的 这边也关掉 这样是比较有感觉 这样比较有感觉 有没有 这样就OK啊 当然这个时候 老师就可以试着 把我们的 这个 简报29页的 这个带进来了 因为你的手机 就可以拿出来了 现在上课 手机拿出来 就不会被骂了 可是呢 哈哈哈 老师因为我们要上线上课 所以要认真一点 哈哈哈 你拿出来之后 怎么扫描 在上面这里 按下去 有没有扫描QR Code 您可以试看看 在手机上 可不可以控制它 OK 好 然后那边我来换一下 哈哈 我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那个 流量有问题 你可以先试一下 看看 你用这个 这样 OK 模拟器的控制 应该是没有问题 真的 也许还暂时不会 诶 老师有没有发现 你的灯一直在闪 有没有发现 那个 左上角那颗灯 红灯一直在闪 因为现在WiFi 断掉了 这样了解了 所以你回家找不到 它就是会像这样 会一直闪 或者是恒亮红灯 好 现在重新连上了 我看这边的WiFi 那个 诶 这边4G的信号 有多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 可能是我那 那一块 信卡的那个 是不是流量有没有 哈哈 要再挟钱了就对了 哈哈 老师的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再闪灯 十里 十里 对对对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打错 应该是没有错 第一 你们还没有直接接上去吗 我的已经连上去了 通了 通了 那里有了 对对对 所以应该有的 有连上去了 不过我的还没有 不行 没有 有 grup 本当 温年的 母犬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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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